这个男人,本来命就不好,还考上那么好的大学。 他那个爹都已经走了,以前他爹在的时候,还说非得让他上大学。 现在好了,他走了,这个假,我说了算。 反正,我老公在外面打工,他也管不着我,这是。 我自己说了算,我让你上,我让你上大学。 还好,今天出门的时候,我在他的杯子里下了蟹药。 蓝蓝,看书呢? 小子,别看了,该口渴了吧,把水喝了。 谢谢你啊,跟我客气什么呀。 蓝蓝,你今天想吃什么呀,我一会儿出去给你买。 我吃什么都行,嫂子。 那行,我回头啊,给你买点排骨,做的红烧排骨。 行,那我去了啊。 好,这我嫂子今天怎么这么好啊,一锅做好吃的,一锅倒水的。 估计这会儿,在家里啊,肚子疼得站不起来了。 行,我现在就回去看笑话去。 什么破大学呀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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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我今天怎么回事啊。 这一上午,都跑到十几趟厕所了。 你能不能带着我,去医院看一下呀。 我等一会儿,还要去领通知社会。 通知书呢。 带你去医院,那可不行。 再说了,你领什么通知书啊? 就算考上大学有什么用呀? 咱家什么条件啊?拿什么让你上大学呀? 嫂子,你说的这是什么话呀? 成我考上大学,本来是高兴的事。 您的意思,怎么能不让我上呢? 行了,我就实话告诉你吧。 你知道你为什么肚子疼吗? 因为我在你的水杯里啊,下了泄药。 你说什么? 嫂子,你为什么这么做呀? 我为什么这么做? 我就是不想让你去领通知书。 你怎么能这么做呢? 我这好不容易考上大学。 你,你怎么能不让我领通知书呢? 行了,那个通知书啊,你就别想了。 我今天啊,已经去领了,而且我给撕了。 你说什么? 你把我的通知书给撕了。 嫂子,你这么做也太过分了吧? 我过分? 我过分什么了? 你说你上大学去哪弄钱呀? 你那个爹都已经死了,谁够让你上大学呀? 你想上大学,想够了我和你哥呀,门都没有。 嫂子,你要是因为钱的事,你不用担心。 我可以自己进宫建学的。 行了,你就算上个大学,又有什么用啊? 你一个女孩家,这要是干得好,不如嫁得好。 让我说,你不如早早的找个有钱人,嫁得得了。 不行,我这大学还没上呢,我是不会嫁人的。 嫂子,你这么做,你就不怕我哥知道吗? 你竟然敢拿你哥来威胁我。 你哥他在外面打工呢,他又管不着我。 现在我在这个家里当家做主。 我告诉你,你这个大学,别想跟我上。 你趁早出去跟我打工去。 不行啊,嫂子。 我不想去打工,我的群人还没完整呢。 你觉得这是算你说的算吗? 我告诉你,这个大学,你就别想着上了。 通知书我已经撕了。 而且,我一分钱都不会给你的。 嫂子,你惶毁的心啊。 我不恨心,我不恨心吃苦受罪的就是我。 我告诉你,今天你出去也得出去,不出去也得出去,赶紧出去打工去。 起来,出去。 你挣不着钱,你别回来了。 嫂子,我认得去哪儿了? 这儿不是蓝蓝吗?蓝蓝,怎么哭了? 婶,我嫂子把我赶出来了。 你嫂子把你赶出来了,这是为什么呀? 我考上大学了,她不想让我上。 她说怕我连累的,就把我赶出来了。 这你嫂子怎么能这样做呢? 这你考上大学是好事。 她这样想是不对的。 蓝蓝,要不我现在就回去,给你嫂子好好说说。 婶,你还是别去了。 我嫂子,她可狠心了。 她为了不让我领通知书,在我水里给我下了血药。 她就把我通知书领回来,还给我撕了。 啊?你嫂子还给你下了血药? 这她真是太过分了。 这你哥不在家,她无法无天了。 谁说不是呢? 现在,我们家是她当家做主。 她把我赶出来了,我以后去哪都不知道了。 蓝蓝,你别哭了。 既然你嫂子,她不让你回家。 走,去婶家。 去你家?那怎么能行呢? 怎么不行呀? 你小的时候,婶呀,看着你长大的。 我都不能看见,你遇到亏男了,不管你吧。 婶,你家我还是别去了。 我还是出去打工去吧。 这个血也上不了了。 我要再不出去打工的话,我该怎么生活呀。 蓝蓝,说什么傻话的? 你既然考上大学了,就要去上大学。 你放心吧,这个大学呀,婶让你上。 不行,婶,这上大学,要花很多钱呢。 我不能花你的钱。 蓝蓝,跟婶还客气呀。 你看婶一个人,也无儿无女的。 以后,你就是婶的孩子了。 你放心吧,这个大学,我一定会让你上的。 谢谢你啊,婶。 从小到大,你对我最好了。 没想到,现在还让你供我上大学。 别说了,蓝蓝,走,跟事回家。 这么多年没回来了,这家里啊,还是老样子。 现在,也不知道是在家干什么呢。 我这次回来,看看她。 顺便把她追到城里去,跟我一起生活。 也不知道婶,在家不在家。 婶。 婶。 啊,蓝蓝蓝蓝,你回来了。 是啊。 婶,我还在干活,别干了,等一下我干。 哎呀,蓝蓝,这几年都没回来了,是可想你了。 在那边怎么样? 婶,我在外面挺好的,这刚大学毕业的时候啊,我跟同学创业,确实吃了一点苦。 但是后来啊,生意越做越大,公司也稳定了,好日子也就来了。 真的呀,蓝蓝,还是你有出息呀。 婶,你说什么呢?我能有今天,也是拜托你啊。 对了婶,这几年,你在家怎么样? 哎,我挺好的,不用担心我。 只要你过得好,比什么那么强。 好就行。婶,你不知道,我在外面的这几年啊,特别想你。 但是工作特别忙,所以就没回来看你。 现在闲下来了,我回来看看你呀。 婶,其实我这次回来,还是有一件事。 什么事呀? 就是,我想把你接到城里去,跟我一起生活。 不行不行,蓝蓝,这谁呀,在家挺好的。 去城市里呀,我要住不习惯,我还是别去了。 婶,你为什么不去?你说,这家里的老房子都破成什么样了。 再说了,你一个人无人无女的,你一个人在家,我也不放心啊,你就跟我去吧。 蓝蓝,是不想给你添麻烦呀,这正好你回来了,把舍的房子呀,修一修,还能住呢。 婶,这家里的老房子都破成什么样了,就是再修,也不能住人了。 现在闺女啊,在外面买的有房子,你为什么还要修啊,你就跟我去吧。 这个蓝蓝,这一走那么多年都没有回来。 听说,她后来上了大学,现在特别有出息,开了一家公司。 当初,我就不应该那样对她。 可是,她为什么把我给告了呀? 不行,我刚才听村里的人说她今天回来,我得去找找她,看看能不能把这个宿给撤了。 你就跟我去城里吧,以后让我来照顾你。 那行,蓝蓝,谁呀,都挑你的。 行,行,那咱们收这东西去。 蓝蓝,你怎么在这儿?我在家里等你半天了,我听村里的人说,你回来了。 我回来又怎么样?跟你有什么关系啊? 从当年你把我赶出去的那一刻,咱们就没任何关系了,那也不是我家。 不管怎么说,我也是你的嫂子。 还有啊,蓝蓝,你为什么把我给告了呢? 我为什么告你?你心里不清楚吗?你自己做了什么事情,你比谁都明白吧? 幸亏,我现在上出来大学了,如果我没上出来大学,那不是告你这么简单了,我让你吃不了兜着走。 当年是我做的不对,不过你现在不是已经上过大学了?而且还那么有出息,过去的事就让她过去吧。 你说的轻松啊,过去,我告诉你,这件事在我心里永远的过不去。 我上出来大学跟你有关系吗?那全部都是婶,如果不是婶跟我上大学的话,我怎么可能会有今天啊? 蓝蓝,这再怎么说,她只是一个外人,我才认你的亲嫂子。 刚才我听到你说,你要把她给带走啊? 对,我要把省接到城里去,跟我一起生活。 就是你口中说的这个外人,供我上大学,养了我这么多年。 你呢?虽然不是外人,是我的亲嫂子,可是你又怎么对我的呀? 我,你什么你啊?我告诉你,没事,以后别来找我。 行,走。 哎,蓝蓝,蓝蓝! 这都怪我,当初把事情做得太绝了,才会有今天的下场。 一切都是我自作自说。 蓝蓝,你能不能别告我呀? 我不想做了啊。 偶尔尔,没人能不能来给我。 Avec你。 会发生 böyle。 谢谢大家